新戏传出绯闻的艺人陈婷妮跟胡雨薇 在新戏里面继续黏TT 现在还有网友把两个人封为荧幕的国民情侣 镜头前学狗狗拼命汪汪叫个不停 陈婷妮和胡雨薇这对荧幕情侣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她非常的可爱 她只有两岁 哇 不知两人都穿上白底黑点 现场连大麦丁都来了 原来他们是在拍新戏前导广告啦 搞笑之余 还不忘抓时间休息吗 哇 巧陈婷妮睡得好香甜哦 胡雨薇则是翻来覆去 似乎有点睡不好哦 原来这床根本是立折的啊 两人其实是站着睡耶 完全没有享受到躺在床上休息片刻 这新戏前导广告 可是一路从早上九点拍到凌晨一点 还好 陈婷妮和胡雨薇熟得不得了 完全不嫌累 还越玩越开心 只是会不会就怕再攜手 引你少了新鲜感 我们角色都完全不同 然后个性也不同 所以还是以新鲜的那个感觉 以新鲜的那个故事来发展 我们要相信正义比赛 演出漂白后的黑道 爱上充满正义感的DJ 胡雨薇与陈婷妮再搭档 不担心激荡不出新火花 搭配新生代的陶燕林 李韵沁 以及老一辈资深演员 就怕能再创 收视亮点 谢谢你 翔泽 拍不到